颶风海轮上个星期在美国东岸登陆后 横扫6个州带来了灾难性的洪水 死亡人数上升到162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在周三 前往重灾区北卡州看灾 周二 颶风海轮过境后的北卡罗兰纳州 许多道路坍塌 留下了被破坏的痕迹 在北卡蝙蝠洞镇 有居民的房屋被洪水冲垮 总统拜登周一表示 他将在周三前往北卡 勘察飓风海轮造成的破坏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·库珀周二表示 紧急救援人员仍在营救灾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 明镇新唐人оП 感谢观看